在我们的AutoKey里面 画表格的方式有两种 来各位请看 表格如果把它点下去的话 它原则上呢 有分为插入的模式有两种 那如果再更往前推 那就是说你这个表格 你有没有要去设定它 因为到这边来都是要直接放进来的 我们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要去修改它的格式 那就要麻烦各位到这个地方 从表格形式这边 按这个下去改 那你可以直接按 基本上是standard 直接去改它 那修改这里啊 比较麻烦一点是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去修那倒是没关系 否则通常我们建议各位 你用它原用它原来的就好 那它原用它原来的东西啊 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表格它有分哦 它有分 分什么呢 标题 资料 跟标头 这边 标题 标头 跟资料 那什么叫标题呢 来各位 一般我们的底下呢 通常会有 一张图啊 通常会有公司的名字 某某某公司 通常会有公司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东西它就叫做标头 再来标题 那个标题 比如说 讲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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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譬如说呢 姓名 那譬如说 图号 等等等 它意思是说呢 这边 它通常把它称为叫做标头 从这个标头下面开始 这些才叫做资料 好 才叫资料 所以它一张表格当中 它有这三个结构 标 标题 标题 标头 跟资料 那这个都是一列 标头也是一列 资料那就不一定了 要看你要几列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就是它的结构 好 那 如果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的结构 那你就要到 我刚刚讲的修改当中 去做修改 好 比如说呢 我这个资料标头这边 那我不要 我要怎么去把它做为什么什么样的标 那个什么呢 个属性什么什么 各位可以从资料开始改 如果你把资料标头跟标题 全部都改成同一种 那就无所谓了 那就这三个就等于都一样了 否则它内定值呢 这三个资料标头跟标题 它们的资料的形式表现的 比如说字型的大小啦 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了 OK 那我们呢 如果用它原来的 我们这边就不用修改它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要进来了 那注意看 我们插入模式的话呢 有两种 一种是指定插入点 一种是指定视窗 我先做这个指定插入点给你看 我选这一种 那你选这个指定插入点的话 你就要往下看 你要挤蓝 你要挤裂 好 好比说呢 我要四蓝 好 那我要五列 来 各位注意看哦 四蓝 五列 那我们到这边啊 后面这个蓝宽 列高 你可以先不用改它 来 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 按确定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我的滑鼠已经黏在 表格的左上角 有没有 到你要的地方 点一下 点一下 好了 你看 表格是不是跑出来了 你就会发现 哎呀怎么超出去啊 没有错 一般来讲 像这种 它就是已经给你一个固定的形式 好 那这一种的话呢 你呢 哦 关键就在于 我现在把它删掉 你当初呢 好 点一下 要表格要3的话 要注意到 要选到全部 关键在于这个 蓝数列数 你设定好之后 如果蓝宽 这次我给它20 好 再看一次 按确定之后 有没有发现 我的表格变怎么样 就变得很小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当初呢 如果采用这一种的 第一种的方式 插入点的方式 你不只是给它蓝数 列数 还有蓝宽 列高 你都可以一并的去指定它 哦 你要挤列的高 那至于这个蓝宽啊 来 你注意看 它写20 我们来看一下 我标个尺寸 标个尺寸 同学代表什么意思 每个蓝 每列的蓝宽都20 20什么 mini meter 听懂吗 不是全部 是每一蓝都是20的 我们单位是mini meter 这样你懂了 所以呢 你自己呢 就可以估算一下 那我从这边到这边 我是多 我是要几蓝 你可以用这边到这边 总total去除以 比如说我要5蓝 就除以5 你就知道说 我当初这边的蓝宽 要给它多少了 这样会了吗 哦 所以呢 插入点的方式是 你这边都要先给它 然后呢 按确定 它就跟得出来了 那当然 如果你进来到这边的话呢 你还可以把它点一下 从这边啊 这一个箭头点一下呢 你还可以再把它拉长 还可以再调整的哦 听懂了哦 还可以再调整 所以呢 如果你进来之后呢 还要再做微调 你就按住这个小小的箭头 去微调到你要的部分 这样也可以 哦 因此呢 我们要让各位了解是说呢 它的这一种表格 第一种的方式 啊 这个你可以上去一点 哦 下来一点 但是有时候我跟你讲 它的内定值 那个字 有大小的差异性 有时候你要往上拉 拉不上去 它被那个字的大小卡住了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我们来看 那第二种的话呢 叫做指定视窗 你会发现啊 你一指定视窗下去 后面就不让你改了 有没有看到 后面就不让你设定了 你只能设 蓝数列数 好 那代表什么意思 它后面不让你动啊 它只要你设定前面 好 我这边假设 我都不动它 我就设好了 来 各位请看 确定之后呢 你呢 到你要的地方点一下 你要自己拉出来哦 要拉到你要的地方点一下 这样才会形成 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第一种的方法 你只要点一下就出来了 第二种的方法是你呢 点一下之后 还要拉到你的位置 再点一下才可以 所以这两种方法 各位呢 你了解一下他们的差别 其实就没问题了 OK 那么呢 这个时候 当你表格设定好 那么呢 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 如果你要在里面打上文字 或是要在里面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那该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再往下讲 我们下8点50分 我们先休息5分钟 来 给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啊 等一下我们就从这个表格 继续往下讲 它这个表格是可以做计算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针对它的一些表格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再做说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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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